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苗的设计是采用了随机对照双盲的这么一种设计 那么把508名受试者是随机分配到了安慰器组还有疫苗组 那么目的是在更大人群范围内来验证我们这个疫苗的免员性还有安全性 在我们这次的临床实验中发现呢 与这个18到54岁的这个稍微年轻的人群相比呢 那么年长人群就是指的大于55岁以上的这部份人群 它的免疫原性稍弱一点 但是它的安全性非常好 那么针对这部分的人群的这个免疫剂量还有接种程序 我们将在下一步的临床实验中将给予重点关注 对 你刚才弄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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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